大家好,我是爱迪生 今天我们回到暗黑3这边 给大家讲讲26赛季猎魔人的打法 那说实话呢 本来这赛季我是想玩武僧的 但是尝试了一下武僧的土园林之后 我还是放弃 几个粪球他妈的滚来滚去美不美观 我暂且不说 那主要呢还是经常滚到不知道哪里去 之前有两个赛季啊 被法师那个火鸟的镜像分身折磨过之后 我就再也不想碰这些低智商分身玩法 所以呢还是觉得 玩猎魔人的掠夺者塔防套比较好 加上呢 那暗黑2的新版本又来了 这个掠夺者套装呢 跟暗黑2的法师火蛇 感觉有这么一点点像的 玩起来其实手感都还不错 那不管是满屏幕的多重剑羽 还是全权倒肉的急速剑 视觉跟打击感呢都不错 伤害也够高 那在这赛季团队里面呢 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那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中低层速刷 以及小蜜悬赏 打起来不是很流畅 但好就好在 还有恐惧冰吞可以弥补这一点 如果还没有玩过的朋友呢 非常推荐去试一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基本的配装吧 那其实整体搭配呢 跟上赛季是大同小异 好吧 不是大同小异啊 是一模一样 有些朋友跟我说 哎 怎么我好像介绍的东西 每个赛季都差不多 这不能怪 我就要怪设计师 那恐惧冰吞呢 我都不知道讲了多少个赛季了 终于从上赛季开始 换成掠夺者 我可以预告一下 我估计下赛季呢 还是这个东西 那配装的话 我们用掠夺者五件套 加船长两件套 低巅峰推荐用成名护腕减伤 如果说有些年轻人 他觉得血压还是太低了 那可以换成拉库尼护腕 最大化增伤 武器和箭筒也是绑定的 阳弓加轰击者箭带 因为轰击者箭带上面 有哨塔增伤的磁缀 这个磁缀呢 是不能通过萃取获得的 所以必须戴在身上 那同理呢 阳弓上面有50%的减号磁缀 配合船长三件套效果呢 能给我们大量的减伤 所以呢 也必须戴在身上 不能萃取 那比较有选择余地的部分 就是戒指和项链了 那比较常见的搭配呢 有三种 第一种呢 是阿纽项链加对戒 阿纽的特效 随缘触发 那对戒增伤 能够全程维持 打出比较稳定的伤害 第二种搭配呢 就是旅人项链加 罗盘玫瑰 再加元素戒指 这样的搭配呢 就靠火元素的4秒期间 我们暂定触发 旅者100%增伤 打一轮爆发 那其余的时间呢 都在怪队外面散散步 移动呢 可以触发旅者项链的 减伤特效 所以啊 多走动走动 尽量活到99 那第三种搭配呢 还是用阿纽项链 但是呢 戒指换成 黄道戒指加元素戒 目的是靠打多重设计 或者急速剑 来触发黄道戒指 减少技能冷却的效果 尽可能快的 刷新复仇新切的冷却时间 也属于比较攻防兼备的打法 但是呢 需要一定的操作水平 操作的好的人 跟操作不好的人呢 打摔的感觉很不一样 这三种搭配 各有优缺点 阿纽项链的搭配呢 偏向于速刷 那旅人项链的搭配呢 偏向于团队打法 或者单人冲高层 然后萃取装备的部分 柔衣的秘密 跟皇家华界是必须的 武器萃取有两种选择 一种呢 是萃取王者遗产剑袋 那就是打多重设计 那一种呢 是萃取歇尾师 也就是极速剑的玩法 目前呢 我看一下天理榜上面 两种玩法的人都有 初期的话呢 就根据你的装备来决定 如果说你打到 非常好的轰击者舰带 比如说有200%的 极速剑增伤特效 然而呢 你的阳工特效又非常垃圾 比如说阳工的 多重设计是垫底 那我就推荐你玩极速剑好了 那如果说你反过来 那你就玩多重 但如果说 你非要问我 多重设计跟极速剑 哪个才是最好的 我告诉你 最好的呢 就是你现在就关掉电脑 带着老婆一起 跳跳刘更宏的健身操 比什么都好 眼睛也不瞎了 渡男也变小 持续时间也变长 什么你叫我少点废话 快点讲技能 他妈的 这叫忠言逆耳 我宝石还没讲 宝石呢 要带球者宝石 宠我宝石跟贼神宝石 好 那然后我们来讲技能 我先说一下 多重设计的技能搭配 其实不管是多重 还是极速剑的 有五个技能 基本是固定的 回避设计 选择凌晨设计 用于快速回憎恨 也可以用来触发 成命护腕减伤 以及对界的增伤 翻滚选择连环翻滚 复仇心切 选择黑暗之心符文 可以减伤50% 哨塔选择冰哨塔 可以造成冰冷效果 用来触发被动技能 穷追猛打 那战宠的话 如果巅峰比较低 经常死 你可以选择野猪战宠 来增加坚韧 也可以选择恶狼战宠 增加伤害 最后如果说你玩多重的话 你就带上多重射击的 多重火力符文 这个符文会发射导弹 增加一些伤害 如果说你玩极速剑的话 那你就带上极速剑的 有备而来这个符文 也是伤害会高一点 那被动技能 基本上有三个是确定的 首先呢是器械调校 可以让我们多放两个哨塔 伏击用来增加伤害 穷追猛打 我刚刚讲过 配合冰哨塔 可以触发20%增伤 那最后一个被动 如果说你玩多重射击 你就带弹道修炎 可以增加多重射击导弹的伤害 如果说你玩极速剑 那就用制弹高手 增加极速剑 榴弹爆炸的范围跟伤害 哦对了 如果说你是玩中低层速刷 那也可以把穷追猛打 换成战略优势 跑起来稍微快一点 但是呢我不建议你用这个流派 去打小命悬赏 因为恐惧冰屯啊 在这个领域是最强 你老老实实用恐惧冰屯 去打小命悬赏就好 那这个套装怎么说呢 想要毕业的话 难度是比较大的 比如手套要四攻手 暴击暴伤冷却缩减 以及范围伤都要 那还有四攻肩膀 肩膀呢 它自带减号辞缀嘛 那就尽量要选择 冷却缩减范围伤跟哨塔伤害 那头盔的话 也要同时有暴击跟技能伤害 阳弓跟剑带就更不用说了 不仅仅要赌传奇特效 阳弓自带的减号辞缀 跟剑带自带的哨塔增伤辞 这两个呢也是要看脸 还有呢就是CDR的问题 理论上呢除了项链上面 其他部位能出CDR的 尽量全部都出 比如说双抱CDR的戒指 手套除了双抱的话 也优先洗出CDR 但如果说你是组团 冲高层的话 可能要在CDR跟范围伤中间 找一个平衡点 那这就要看每个团队的配置 比如说如果你们队伍 这个蛮子它是新人 它踩的不是很好的话 那你堆再高的范围伤 也是没什么用的 攻速这个词坠的话 就随缘吧 一般来说巅峰的10% 加剑带的20%也够用了 那主要呢还是以CDR 或者范围伤为主 最后说一下打法 多重设计的打法 跟极速剑的打法 有一些不一样 先讲多重 多重设计呢 因为火力覆盖范围非常大 我们在放哨塔的时候 尽量把哨塔放在地图的角落 让五个哨塔都朝一个方向 打多重设计 造成火力就可以全部覆盖 那如果说你把哨塔 放在地图中间 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哨塔打左边 一个哨塔打右边 将火力就分散 那伤害无形中就变低了 那如果说你是玩极速剑 从我的经验来看 哨塔放的位置呢 就要尽量放到怪堆最密集的地方 因为极速剑伤害范围比较小 如果说你哨塔位置放得太靠边的话 它会盯着它附近的一个小怪猛打 反而无视你要输出的怪堆 那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哨塔放进怪堆里面 然后呢人稍微拉远点距离 触发贼神宝石来增伤 如果说你刚接触这个流派 可能会死得跟狗一样 要多练习走位 以及要学会hit and run的操作 那还有呢 就是赛季主题 瞎眼秘境要怎么打 我只说说我自己的打法吧 瞎眼秘境里面 我比较喜欢用多层 火力范围广 前100层清怪的效率比较高 那开塔的顺序 我是这样啊 50层左右我就开速度塔 为什么要50层来开速度塔 因为前50层 小怪很脆 死得很快 那加上中老年人反应比较慢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50层了 那然后呢 100层左右开隐能塔跟力塔 这时候天上已经会掉陨石下来 注意脚底下的绿拳 不要被陨石砸到 那用力塔帮助呢 很快就能达到120层左右 120层的时候 我们就开电塔 那开了电塔之后呢 首要任务就是保命 多走位 躲下熔火爆炸 以及躲下陨石 但也不能说躲到角落里面当乌龟 那毕竟电塔呢 还要输出来电怪 大约130多层的时候 就会刷新一个哥布林塔 你想不想开这个哥布林塔 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 那现在呢 因为还是赛季初期嘛 那哥布林掉落的材料 还是很可观的 那我建议缺材料的人 就还是开塔打哥布林吧 反正也不是说 必须要打到150层了 有个140层也是OK的 好 那关于26赛季 猎魔人掠夺者的配装打法呢 就先讲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什么 还要补充建议的 可以留下你的评论 喜欢的朋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拜拜